严真穿着高跟鞋走入这间凌乱的屋子 看见了满墙的照片和满身疤痕的闻东恩 那些照片除了自己就是他的朋友们 当严真还在不屑地问东恩是谁时 就被东恩一个巴掌打趴在地上 虽然满脸血迹 但他毫无恐惧 还嚣张地大喊 你还打算杀了我吗 东恩用钉枪抵着严真精致的脸 咬牙切齿地说 就在刚刚又多了一个杀你的理由 你至少要认出我才对 我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来到你面前 墙上的每一个人我都认识 你们都变成了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啊 高人际气象主播蒲颜真 著名艺术画家李沙拉 高尔夫球场继承人李在俊 绝美空姐崔慧婷 但我的梦想是你啊颜真 原来东恩和颜真他们是高中同学 但是大家却有着不同的高中命运 颜真作为附加里霸凌团体的老大 一直霸凌着落小的东恩 东恩身上的伤疤就是拜他们所赐 18年前的夏天 还是高中生的颜真在警察局长办公室 双手插都看着窗外 没有一丝女学生的怯懦 而警察局长正在联系他妈妈 处理本次案件 他问颜真为什么要欺负朋友 颜真只说他不是我朋友 却没有回答欺负的事 反而戏谑的问警察局长 和自己妈妈是什么关系 警察局长说只是初中同学 颜真嘲讽局长是个跑腿的 说怪不得你会在我妈妈离婚时 收集我爸爸出轨证据 然后全部交给我妈 我还以为你和我妈睡过呢 说完潇洒离去 此时满身伤痕的东恩绝望的看着 惠心被母亲打了一巴掌带走 明屋也骂骂咧咧咧跟着父亲离开警察局 只有李莎拉的母亲象征性的说了一句 调解一下 拥抱之后就离开吧 然后扬长而去 当班主任老师气哄哄的赶到警察局时 他不但没有关心东恩的伤势 反倒是劈头盖脸骂了他一顿 坐在对面的载君说老师把我也带走吧 老师立马转换脸色 嘘寒问暖 随后把他们一同带走 蒲英真和母亲在神婆家门口 母亲一边往他身上砸眼一边质问他 怎么连一无所有的女孩子都搞不定 还告诫他 名字中带厚鼻音的人生负邪气 所以不要和明屋跟惠婷相处 生婆在做法师 严真想到了东恩的名字就是厚鼻音 嫌弃的皱了眉头 第二天 明屋和惠婷把东恩带到体育馆 严真捧着东恩的脸一边说着抱歉 一边请求东恩帮他确认直发器温度 明屋和惠婷控制住东恩 沙拉将烧热的直发器直接放在东恩手臂上 发出灼烧的烟雾 东恩撕心裂肺求饶却没人理他 当严真再次将直发器烫在东恩身上时 他还嫌弃求饶的声音太吵 然后明屋就抢问了东恩 满身伤痕的东恩来到笑医室 想要一些双氧水去除衣服上的血迹 笑医老师看到东恩手臂上的伤 表示愿意和他一起去找班主任 但马上就被在笑医室休息的严真听见 严真笑医盈盈的告诉笑医是自己干的 毫无恐惧 当东恩晚上回家时 在走廊里就听到了严真一伙人的笑声 刚想逃跑 却被买酒回来的明雾发现 东恩看着严真 拿着自己藏在米缸里的钱罐 一再恳求严真还给自己 严真却告诉东恩 如果想要存钱罐就要跳舞 不然就用烙铁烫东恩的腿 随后走廊里传来东恩撕心裂肺的哭汗 终于无法忍受的东恩来到笑医室 想要请求笑医老师的帮助 却发现笑医老师已经离职 东恩绝望的来到学校天台 想要一死了之 却泽们也没有勇气跳下去 看着漫天飞雪放声大呼起来 他发现冰雪可以缓解烫伤的疼痛 脱光衣服趴在地上 用冰雪抵抗刺骨的灼痛 第二天 东恩提交了退学申请 但在退学里由一来协商了校园暴力 还有袁真等人的名字 得知消息的名物不仅不害怕 还笑嘻嘻地调侃自己排在地几位 此时的东恩却被班主任在办公室通骂 因为班主任担心 校园暴力会影响自己的绩效评估 东恩扯开一幅亮图伤疤 指责班主任是旁观者 班主任却说 东恩四肢健全能跑能走 朋友之前小打小闹没关系 骂东恩是个有精神病的人 东恩反问 如果班主任的儿子被人打 也没关系嘛 这一下彻底地激怒了班主任 他摘下手表 截开袖口对着东恩一顿狂奏 然后东恩妈妈和颜真 就在班主任的前线下见面了 东恩妈妈收下了颜真母亲的一百万 不仅签署东恩的自动退学申请书 还在退学里游一兰协商了无法适应 随之退掉月租房一走了之 可东恩却毫不知情 当看到班红的出租屋 还有母亲替自己签的退学申请书时 东恩终于决定开始复仇 这将是一场长达十几年的战争 他白天卷子菜包饭 晚上在洗浴中心打扫卫生 每当肾上的伤疤开始发痒时 都会走到汉江想要一死了之 但冰冷的海水让他知道 东恩来到了体育馆 他问颜真 你的梦想是变成先妻良母吗 颜真却说 我不需要梦想 我只需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在最漂亮的时候 选一个条件好的男人 再要一两个孩子 真是这一番话 让东恩坚定了努力下去的方向 考上大学成为老师 变成颜真孩子的老师 然后向颜真的团体复仇 东恩开始在工厂里打工 工作间隙在背单词 为此还被领导责骂 一起工作的大神告诫领导 不要为难东恩 还说东恩身上的伤疤太过吓人 这些都被一个卷发女孩看在眼里 当东恩自学完成了高中学历认证后 又开始了艰苦的自考之路 每当他在走廊里彻夜学习时 卷发女孩都脱下鞋子 尽量不发出声响 2008年 东恩终于考上大学 即将离开工厂的时候 卷发女孩终于鼓起勇气 和东恩搭上话 他说自己叫陈希 由于东恩考上大学的事 言语里满是羡慕和崇拜 东恩也表达了对陈希的感谢 他告诉陈希 自己是为了一个必须去的地方 才考大学的 那才是他要走的路 2022年的东恩已经成为了老师 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住到了严真家的对面 还在公园见到严真的女儿一律 他将这个故事原封不动的讲了出来 东恩告诉一律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他的妈妈严真 而且这并不是一个童话故事 而是一个预言故事 各此时的严真并不知道 危险离自己如此之近 当东恩搬进这个昂贵的房子时 窗户上订买了曾经伤害过他的人的照片 除了严真的霸凌团体 还有班主任 严真母亲 以及抛弃自己的妈妈 每当夜晚降临 东恩就会去天台吃子财包饭 忘了住在对面属于严真一家的欢声笑语 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那些伤痛 就像房东婆婆送给自己的那朵花 魔鬼的喇叭一样 总是朝天昂的头 虽然在上帝看来姿态傲慢 但会在晚上散发香味 他就是魔鬼的喇叭 而空冷的淘气花盆在人掉之前都要打碎 严真就是东恩要打碎的花盆 2012年夏天 杀拉他们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 而东恩只能用大学里的电脑 浏览他们的社交网站 正是带着对这些人的仇恨 东恩才能在艰苦的日子里活下去 那个曾经抢吻东恩的名物 还在给大家跑腿 时不时给画家沙拉送些毒品 沙拉意识到重量不够 转头就告诉了在俊 其实名物还是在俊的司机以及杂事管家 他不仅帮在俊遛狗 还要清理在俊狗狗的粪便 仅仅因为说狗狗不懂事 就被在俊打了好几个耳光 在俊警告他不要利用送货之便就私吞货物 不要以为还和自己是朋友 更不要吸毒 因为自己的命很值钱 同姐慧婷则想尽办法勾引在俊 可在俊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在俊的服装店里一位女士想要进市一间 却被服务员紧急拦下 因为是一间市在俊和严真私会的地方 即使严真即将要结婚 他也没放弃和在俊的私情 还警告在俊 他不喜欢和其他女人分享男人 暗示在俊不能拥有其他女人 晚上东恩来旅行社找到卷发女孩陈希 离开工厂之后他们变成了好友 陈希还帮东恩打探严真他们的消息 他告诉东恩 慧婷已经从脸书换到IT上 东恩只能抱怨又要血腥的东西 陈希安慰东恩 报仇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已经走了很远了 况且陈希的经理很喜欢东恩 因为东恩的补课技术很好 经理家孩子成绩进步很快 东恩从社交网站发现 严真老公喜欢下围棋 又开始为接下来的复仇做准备 为了省钱他来书店看围棋的书 手机里不断有找他补课的信息 当信息提示音铃声响起的时候 出嫁后面的男人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东恩不知道的是 这个不耐烦的男人 就是严真要嫁的男人 巧合的是 他和东恩看的是同一本书 当天晚上 东恩在辅导学生数学 男学生却试图调戏东恩 东恩不为之所动 拿出手机告诉手机另一边监听的家长 他已经对所有内容都进行了录音 如果不想让东恩爆出学生性骚扰事件 那就让家长用钱来封口 说完潇洒离开 严真的婚礼现场 他笑得很开心 可他的朋友去个怀鬼胎 莎拉在忙着自拍 名物不情愿的鼓掌 在俊泽满事不甘 对在俊心游所属的慧婷更是生气 可当他看到远处对他有意思的帅哥时 倒开始搔手弄子起来 其实东恩一身黑衣 也来到了婚礼现场 东恩在远处望着严真 在心里静静地说 严真真心祝你新婚快乐 不过我没有准备随意 不过一生当中 除了婚礼 还会有别的红白喜事 东恩的嘴里 大概是留在了复仇成功的那天 东恩在仙霞时 会去公园看大野下围棋 偷食血液 这天他准备离开时 不小心撞到一个人 他回忆起这个男人 就是在医院帮自己的男医生 原来他被骚扰的那天 刚走出学生家准备吃口饭 就因为营养不良 直接晕倒在马路上 当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医院里 躺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男生 满脸血迹 东恩拔掉输液针 准备离开时 男医生阻止了他 并解释自己是实习医生 还帮东恩止住了血 但他不自觉地盯着 东恩胳膊上的伤疤看 东恩窘迫地放下衣服 逃离医院 当查房的医生来看东恩时 感叹东恩的贫血指数太低 却连一瓶液体都没有输完 男医生看到了 东恩的检查报告 若有所思地说出了 营养不良四个字 第二天 当东恩上课时 老师发现课堂上 多了一个旁听学生 东恩听着声音熟悉 回头发现正是昨天的男医生 下课之后 他发现男医生依然在等自己 但东恩假装没看见 笑着跑向了远处的前辈 半年之后的今天 在公园再次相遇 东恩无法再装不认识男医生 交谈之下 东恩知道男医生会下围棋 便让男医生教自己下棋 两年间从未中断 大学毕业时 东恩的棋艺已经很高了 又开始积极准备教师编制 2021年的夏天 严真念的别人 为他写的稿子 仅仅停顿了几秒 写稿的女孩就马上 害怕的站了起来 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可严真却说 我知道其他气象主播 都在说我坏话 说我不会自己写稿子 那是因为只要我付钱 就有你这样的人来为我服务 说完就赏了女孩一场出国旅游 女孩开心的感谢严真 却被严真耻笑没见过世面 即使严真有钱 让别人为自己工作 她也有办不到的事情 比如通过向老公撒娇 让她再给自己单位 多投几个广告 以保证自己能够续约成功 得到许诺的严真高兴地拿出烟 细心的老公发现严真换了烟的牌子 严真只能笑笑搪塞过去 老公还说惠婷和自己朋友说了 一些严真高中时候的事 严真立马紧张起来 当听到只是说严真学习不好的事实 严真只能大笑缓解尴尬 老公告诉严真不希望朋友们随便讨论自己 下午严真就把惠婷叫到聚会的地方 一阵嘲讽加警告 严真和莎拉还用惠婷 会穿自家干洗店客人的高级衣服打赌 在他们的团体里 惠婷是那个食物链的底端 即使成为父母妻子 严真依然还是食物链顶端 虽然惠婷被嘲讽 但朋友离开之后 他马上擦干眼泪 还拍美照感谢这些假朋友 此时的东恩 却需要去翻学校财团理事长的垃圾 帮助自己找到可以利用的消息 还被理事长家的女佣大婶抓个正着 大婶其实也监控了东恩半年 他知道东恩是个有毅力的人 一手机里有东恩的露脸罩要挟东恩 表示只要东恩愿意帮助自己杀掉老公 他就帮助东恩收集信息 原来大婶一直在遭受老公的家暴 但好在大婶还有一个懂事的女儿 母女两人互相保护对方来对抗家暴男 看到这一切的东恩最终决定和大婶合作 东恩把严真等人的照片交给大婶 要求大婶收集严真等人的情报 并且答应愿意给大婶家孩子补课 还要大婶学习驾照 大婶还提供给理事长的消息 两人正式达成合作 大婶拿下驾照的同时 东恩送给大婶一辆车方便跟踪 叫大婶使用相机方便拍照 大婶拍到严真带着孩子去眼镜店 无论想到在军上学时 因为同学嘲笑自己四路曾抱斗同学 因为猜到严真的孩子一定有引擎 2022年的春天 当明悟来到在军店里给在军跑腿时 认出了正在是鞋的东恩 明悟假装自己是店长在东恩面前显摆 还把东恩领进示意间 恰好在军来电话又在指使明悟 东恩趁机诱惑明悟和自己合作 他告诉明悟自己有一些消息 可以帮助他摆脱在军 随时等待明悟的联系 此时男一生已经变成稳重的男人 还会想到在公园教授东恩围棋的日子 尽管男一生舍不得东恩 东恩还是选择了离开 其实东恩一直知道 男一生是医院院长的儿子 所以他深知他们不是一类人 未来也不会有更多交集 从此男一生就失去东恩的消息 东恩总在市民市和首二的列车上 给大婶家的女孩补课 今天他像往常一样来补课 却意外遇见了男一生 两人聊到最近几年的发展 东恩说自己考上了兵制 也知道男一生去军队服役 分别是男一生留下了自己的名片 原来他叫周汝震 汝震告诉东恩 叫东恩围棋的那段日子 正好是自己一段黑暗的时光 但是和东恩的约定 让自己看过了那段艰辛 汝震其实对东恩也有感谢 没有汝震他找不到接近祈愿男人的方法 周五晚上 眼睁老公道英来到祈愿 和律师一边下棋一边讨论事情 此时在角落里和老人对战的东恩 引起了道英的注意 东恩不仅棋艺高超 还有着较好的容貌 观战时精彩的对异棋局 被道英深深记在脑海 当东恩离开棋院时 道英还对漂亮的东恩 不自觉地多看了几眼 晚上回家他就复盘棋局 却总也想不明白 反而对东恩更加感兴趣 期待着和东恩的再次相遇 每当去棋院时都会找东恩的身影 却一连好几个月都没有见到 当东恩意识到 时机已经成熟时 在道英来到棋院的日子 出现在棋馆和道英对异 一局结束之后 道英还未尽兴 加拿筹码下了第二局 结束之后 道英跟着东恩来到便利店 其实这也是 东恩事先考察过的地方 他知道道英回家 一定会路过这里 多日累计对东恩的好奇 让道英不由自主地 一直再提问题 但东恩表现得漫不经心 不仅没有回答道英的问题 反而问出了 更多道英的信息 当他意识到这些时 只能问东恩 为什么喜欢围棋 东恩说 我喜欢在沉默中 拼命交锋的感觉 对方精心建造的领地 要摧毁他才能获胜 这一点我也喜欢 说这番话时 东恩一直看着 玻璃窗上倒英的倒影 倒影意识到东恩的目光 不自觉地吞了下口水 然后送出了自己的名片 希望约东恩偶尔下棋 东恩潇洒离去 看着东恩的背影 倒影露出了满意笑容 但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一举一动 已经被胎下 严真请朋友们 和自己去学校领奖 在大家高中学校的体育馆 东恩也来到了颁奖现场 当他高声喊出 严真你最棒时 严真满腔怒火 只能隐忍不发 一时结束后 严真像高中那样 打了东恩一耳光 东恩却警告 严真自己经常看他的节目 还会在官网留言 他现在已经不是 高中时期的东恩了 但严真却不会相信 那个总是被他欺负的 家伙能翻出什么浪来 但严真却无法控制地 每天活在 自己高中霸凌别人 被举报的恐惧当中 他不知道的是 这仅仅是东恩复仇中 很小的一些警告而已 当在俊评价 东恩如今变得五彩缤纷时 东恩顺便对在俊说 你不是没见过 五彩缤纷的样子吗 他这句话 不仅是对在俊的嘲讽 也是说给严真听 前不久 当严真孩子偷着试穿 严真的绿色高跟鞋时 却在问妈妈 鞋到底是什么颜色 严真只能一眼紧张地告诉孩子 世界上的事物 不是用颜色来标价的 而是用数字 不论多贵女儿一旅 都可以拥有 还有告诉孩子 绝对不能告诉爸爸严谨的事 最近大神一直在跟踪惠亭 先是发现惠亭上了载军的车 可和他见面的是鸣雾 上车之后 鸣雾告诉惠亭 他这次真的调到了大款 惠亭答应给鸣雾赚钱 只需要鸣雾调查 更多大款的信息 趁机还嘲讽鸣雾 不要妄想占有自己 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这无意又刺激到了鸣雾 然后大神还获得了 惠亭的锁评密码和手机 其实大神还在跟踪李市长 起初他和东文交接情报时 提供了一段视频 通过仔细观察视频 东文发现 李市长和南斯基互相较亲爱的 联系之前发现的杨伟耀 还有大楼赠予以遗嘱 南斯基正是遗嘱受益人 这从分证明南斯基和李市长 有着亲密关系 东文终于有了 可以成为一帅班主任的理由 几天之后 他就联系李市长 通过李市长的感情事件 威胁他把自己安排到市民小学工作 并且必须是一年二班的班主任 几天之后 严真收到女儿毅力的电话 得知东文变成了女儿的班主任 严真马上来到学校找东文对质 却被东文反向威胁 心虚的严真只能落魂而逃 临走时却意外得知 高中班主任刚刚去世 原来颁奖仪式结束之后 东文还带着香气四溢的百合花 去看望了高中班主任 那时东文的前辈也出现了 原来东文的班主任 就是前辈的父亲 东文趁机把花送给前辈 祝福他顺利考上编制 儿子顺便告诉父亲 自己只需要准备 剩下编制面试就好 这是需要考察社会评价 以及家庭背景的面试 东文告诉前辈 不用担心面试 因为他是出身于教育世家 还提醒班主任 老师自己退学那天 老师激动的 把手表都摘了下来 这一切不过是帮班主任回忆 东文被霸凌式班主任的不作为 这瞬间激怒了班主任 情绪激动的 拿起百合花就打东文 东文告诉前辈 在举报信发到教育厅之前 会告诉前辈当年他父亲所做的一切 儿子不想让父亲的失败路 影响自己的事业 约着父亲在一个满是白合花的房间见面 引发父亲笑传后就此丧命 严真突然意识到是东文操控这件事 警告东文不要动女儿一律 东文却提醒严真 不要妄想让女儿转学 也不要让自己掉签 想都别想 从今以后有他受的 几天之后严真来到学校 想要通过校长打压东文 却发现东文是财团理事长的人 还以为看到了东文拿着剪刀站在女儿身后 因为太怕东文会做伤害女儿的事 试图用钱来打发东文 但东文告诉他 一律无法理解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 自己只是在鼓励他而已 并不会伤害孩子 但这种情况却只对严真不利而已 东文有多种选择可以报仇 比如家长谈话 而且家长谈话还可以找孩子的爸爸 严真意识到东文已经知道一律的身世 但是他害怕自己老公知道 于是和道音商量把孩子送出国 但是道音并不会一味停他安排 几个问题之后严真就无法招架 随即放弃从老公入手解决问题 于是只能找上和自己关系好的警察局长 试图找出东文的把柄 其实东文已经点燃了炸弹的影线 多番刺激之下 明武已经联系东文 东文拿到了在军的毛发 拿到了沙拉的毒品供货单 会听男朋友的背景调查 作为交换 东文告诉明武 以前的一个被霸凌女孩不是自杀 而是他杀 他还把女学生世纪停放的医院告诉明武 而他恰好知道凶手就是严真 还有严真的胸牌作为证据 只要明武用这个把柄找严真要十亿韩元 并且把扔罪录音留下来 那么钱都会变成他的 东文还顺便把毅力的牙刷寄给了在军 接下来东文要做的就是各个击破 复仇之战即将进入高潮 第一个要击破的就是沙拉 东文来到教堂找到做礼拜的沙拉 人给他一个大包 告诉他把这个黑包装满美金 否则他就曝光沙拉吸毒的事 说完扬长而去 当东文路过曾经学习围棋的公园时 东文为自己那段日子的表现道歉 但更多的是告别 他希望汝震不要联系自己 因为东文知道自己即将开始复仇 善良的汝震不应该被牵扯进来 汝震趁机和东文表白 但东文告诉他 自己需要的并不是王子 而是一个能够和自己一起 跳剑舞的柜子手 想了几天之后汝震就决定 辞职在市民市开诊所 去读董这个总是拒绝自己的女人 当他在市民市租好房子后 邀请东文来家里下棋 恰逢东文被跟踪着汽车追尾 东文在修车厂听到烤肉的声音时 那滋滋的声音令人回忆起 只发现他在自己身上的声音 不禁让自己陷入儿时的恐慌 他坐在泥潭中 当他脏兮兮来赴汝震的约 反倒让汝震惊慌不已 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讲述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同时警告汝震不要靠近自己 汝震说报仇之后 你的世界会变成一片废墟 东文却说 你见过我的伤疤吧 那才是一条手臂而已 然后脱掉大衣 向汝震展示自己一生的伤疤 汝震被彻底震撼 愤怒地问 这都是那些混蛋们干的吗 东文默默地说道 我没有尊严可言 已经是破烂不堪的废墟了 所以你回去吧 我要进一步忠于愤恨和邪恶 汝震满是心疼地说 我来陪你跳剑舞 我来坐柜子手 这几个人当中先杀哪一个 其实他只是陪着东文就很好了 第二个可以利用的是惠震 那天大圣偷来的手机里 全是关于惠震和在军的亲密照 此时的惠震不知道 仅仅丢了个手机 就让危险直接降临到自己头上 当他还在为未婚夫 愿意为他买大颗钻戒而尖叫时 尽管条件是 好好服侍未婚夫的母亲 他也愿意全盘接受 此时他和在军的亲密照正在路上 即将到达办公桌 连屋订了一张 飞往国外的单程机票 给小团体的每一个人都打了电话 约见面的每个理由都不尽相同 其实东文只需要他打电话 因为自己已经做出行动了 几天之后大神却告诉东文 冥雾已经消失好几天 最后一次出现的地点就是旅行社 东文推断冥雾可能已经被杀害 大神担心是东文做的 想要提前做准备 东文却告诉他 即使是东文杀了冥雾 那么大神也不必知道 彼此做托付的事 却不像大神沾染太多是非 当确认冥雾确实没有出镜时 东文知道冥雾已经断了 下一步他需要拿出一个更有力的大招 这是他想尽办法接近了道英 道英收到一个快递 里面是冥雾的名片和一张照片 照片正是自己和东文在便利店的时候 道英照着名片联系名物 却怎么也联系不上 他来到高尔夫球场找在军 想要找到名物 听到道英想要找到名物 在军只是问道英是不是也在被威胁 可道英却关注到在军和颜真 抽同一个牌子的烟 之前还因为老婆颜真换言问过他 但老婆神色紧张并未说什么 道英觉得两件事一定有什么联系 在军和道英交换名片后 比开道英马上给名物打电话 警告名物不要伤害颜真的孩子一缕 因为通过一缕的牙刷做的DNA鉴定 在军已经明确证实 一缕就是自己和颜真的孩子 沙拉拿来了东文威胁他要的美金 林总是拉住东文说 我以后可以上天堂了 我忏悔了对你所做的事 得到救赎了 东文看着教堂上的十字架微笑着说 你的靠山好可靠啊 你死后一定要上天堂 因为你活着的时间会像地狱一样 说完潇洒离开 东文安排大臣的女儿做水瓶测试 为其将出国做准备 从沙拉那里要来的钱就是出国资金 被东文威胁的日子里 沙拉疯狂吸毒 导致自己存货不足 就像收到要挟照片的会听 两人相约去名物家找他 却意外发现名物已经失踪 可听到消息的言真并不奇怪 反而表现得异常沉稳 还试探性的问名物威胁他们什么 然后推说自己又是离开 转过头之后却表现得异常焦虑 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不报警 沙拉怕自己吸毒暴露 惠婷怕影响自己结婚 第二日 她和未婚父母亲约在寺庙见面 没想到不受待见 还意外发现东文和未来婆婆关系很好 此时的惠婷怕东文影响自己加入豪门 连忙下跪请求东文的原谅 东文把手机甩给惠婷 警告惠婷好好听从自己的安排 再军问惠婷 道音是什么样子的人 惠婷说道音是那种婴着坏的人 需要仔细看才能看出是畜生 可再军一看就能看出不是好人 道音并不是多坏 只不过习惯于使唤别人 再军此时意识到 道音那人看他的眼神到底意味着什么 再军打电话给自己律师想抢回孩子 却被告知除非道音一气一律 或者严真离婚 否则他无法合法获得一律的抚养权 再军找严真对质 得知东文现在是一律的班主任 他来到学校想要警告东文 遇到了参加家长会的道音 他告诉道音东文是自己的同学 还挑衅满说到自己有一个私生子 此时东文刚好进入教师 道音发现这正是和自己下棋的女人 他不仅是自己老婆的高中同学 还是自己女儿的班主任 家长会结束后 在俊和东文见面 东文则告诉在俊 如果在俊想要一律变成自己的孩子 就不要帮助严真和自己合作 经过在俊的东文知道事情即将暴露 他怕要送大神孩子出国的计划提前 参加玩家长会的道音已经完全可以确定 严真有事瞒着自己 当他陪女儿一律参加足球比赛时 已经发现孩子的眼睛有问题 无法准确识别色彩 但什么都没说 结合在俊家长会时不断的暗示 他决定带着礼物去问惠婷 惠婷交代了严真曾经霸凌东文的事 结束还要道音告诉东文 自己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 至此 道音已经明白东文和自己下棋 变成女儿的班主任 然后让自己发现一律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这一些都是东文针对严真的复仇 自己就是其中的工具 晚上道音回到家 他问严真为什么讨厌班主任 两人明明是高中同学 还有矛盾有时因为什么和解 没想到严真不仅不交代事情 还告诉道音不要追查太多 不如为之现在的平静生活 严真回到衣帽间时 看着自己脚上的伤口 不仅用刷羊水使劲擦拭鞋上的血迹 此时警察局长打电话来 告诉严真调查东文的事有了进展 严真顺利拿到东文的家庭住址 他突然发现东文就住在自家对面 在天台就能看见自己一家的生活 他看到满墙都是自己和朋友们的照片 而是东文不知不觉间 自己已经掉进东文为自己准备的圈套 他知道既然东文故意接近自己 那么他也定住得离自己很近 就这样道音和严真在东文家相遇了 人们不知道的是 名物的最后一次露面 是满脸血迹的倒在血泊中 同时出现的 还有一个穿着绿色高跟鞋的女人 这样的高跟鞋道音送给过严真一双 慧婷自己买过一双 东文在在军的店里市的也是这一双 名物恐怕并不是失踪而是死亡 那个和严真一同把东文 抓入深渊的母亲现在又在哪里 东文虽然要复仇 但说过不会让自己的手上染上一滴血 他做的只不过是让那些被尘封的 被可以掩埋的事实浮出水面 因为被霸凌过 直到那种无助心酸和恐慌 不仅是感受痛苦的当下 还有这时刻都会被霸凌的无力 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里 似乎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地点 没有遮当可言 被霸凌的人不但没有完整的身体 甚至连灵魂都是破碎的 那些在霸凌着看来短短的几分钟 有的人却需要一身治愈